大家好,我是David 今天是8月29日 星期二,五花果终于开始熟了 实际上今年在6月份的时候 收了一个是去年秋天街的 前两天也收了一个熟的 现在就是天气转凉,陆陆续续 五花果都开始熟了 你看,它开始长得是比较小 但是在书之前,你看 都长得很大 都开始变得很大了 现在我这书上接了 能有20左右个吧 一个一个都开始变大 成熟了,开始熟了 这个颜色因为它是Brown Turkey 所以颜色是这样的 那么五花果在你怎么检查 你看一个看颜色 Brown Turkey它变这种颜色了 就是准备成熟 然后呢,稍微捏一捏 感觉呢,皮肤有点软了 你就可以收了 这五花果呢,熟了是很甜 里面是红羊,就是粉羊很甜 但是一锅不熟的话 你摘下来以后放的它是不能熟的 这颗五花果呢,养了接近十年了 每年都能,从三四年以后 每年都能收十个二十个 并且这个五花果是很甜 那么五花果呢,你树呢 你呢,羊呢,是很简单的 保证它的阳光充足 一天呢,六个小时 左右的太阳 然后呢,因为我是种在大花盆里面 因为花果,这个是五区 种在外面呢,它顶上冬天会被冻坏 你就吃不到五花果了 所以呢,我每年冬天是搬到车库里面的 因而呢,就种在这个五家人的花盆里面 所以呢,基本是在夏天每天要浇水 隔一两天呢,就私肥 用这个腐质土水,泡的这个肥,来浇塌 所以呢,长得很好 越长越旺 冬天呢,搬到车库里面 然后呢,在开车的时候呢,即使给它搬出来 这个大花盆呢,就是这么不会再换花盆的 所以呢,到时候呢,花盆的土呢 又经常要给它更新一下 甚至呢,到时候要给它连 把它整个的这个,给它从花盆那里拿出来 给它修剪一下根 修剪一下根,因为它的根呢 会攀满整个花盆 修剪一下呢,荒航土 这样它有空间再继续长 因为它呢,不会再给它更新更大的花盆了 所以要保证,在现有的花盆里面 它有足够的新鲜的土 它有足够的空间去长 还有发展它的根 这颗五花果呢,这个布朗特金看位是 我很喜欢,长得很好 五花果,它的很大好处是 它很容易牵插 那么我这一颗呢,就是去年 从我刚才给大家介绍的那颗五花果 它从根部长出来一个一个枝 我就给它剔开,下来带了一点点根 你看今年呢,去年秋天擦的 今年这一年,看长了多少 长了四尺高 然后呢,我不想让它长太高了 因为也是准备给它给它种到盆里面了 你看,我就把这个头呢,给它打掉了 然后呢,你看它从这个侧芽呢,今年 又长出 每个这个叶窝底下 都长出小的五花果了 但是我不确定它是否能成熟 这个五花果的说明它很早就可以结果 从第二年,你看就可以结果 不像苹果树啊,其他的 有三年呢,五年呢,开始结果子 所以呢,结果是很早 然后长得很快 实际上呢,我昨天呢,把它这个根部呢 它从底下呢,发出了 有五六个枝 我都给它拔掉了 就给拔掉了,因为 不想让它,要保证形状嘛 你看,这些测子呢 有的都给它,给掰掉了 都掰掉了 这样呢,它长的这个高矮呢 就是有三尺左右 然后呢,分出几些叉,就行了 所以呢,五花果呢,好痒 而且呢,很容易牵插 我都牵插做很多棵了 有一些松的朋友,这一棵呢 你看,现在是牵插了 我自己养的,长得更好的一棵 一年,长了四尺高 好,那谢谢大家去收看 希望呢,你喜欢我们帮乌花果 然后呢,也可以去养它 那么养了很大了以后 如果你有一个朝阳的 冬天呢,保暖比较好的地方 你也可以从室外 它也可以在室外 长得很好,如果你这个小环境 可以达到六区,七区 好,谢谢大家收看,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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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